HELLO 大家好 我是唐韻南 醫生說 失語症是三個月和半年前黃金康復期 但是我呢 我就不認同 四年前呢 我就是呀 不是呀 不是呀 是呀 我就很悶症 很悶症 我就很傷心 但是一次一次 一年一年 我就慢慢進步 是甚麼來呢 腦部 神經可塑性 神經可塑性 我就拿短片 Chill Mama 她就說 為甚麼神經可塑性 腦中風呢 是入面出問題 大部份是血管阻塞 但是外傷性腦損傷 譬如外力衝擊 撞車呀 跌倒 還有運動的 譬如說中風是阻腦 沒有語言出問題 呃 我就 車禍啦 右 一二三四四 腦 那 左右 右手呢 我就康復 但是左腦呢 我是失語症的 下一次我會看下 失語症在誰裏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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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